这个酸笋闻起来就像我之前自己做的酸笋 都不是很臭 对初次尝试螺蛳粉的人挺友好的 然后就是煮米粉了 一定要注意冷水煮开 这样煮出来不一段 而且更有嚼劲 切碎后加入腐竹 花生 酸笋 酸豆角 萝卜干 木耳 翻翻搅搅 加入汤包 还有辣椒油 翻翻搅搅 放上馅料 然后像我这样心灵手巧的一包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一个好看的饺子 诞生了